做个纪念和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我的那些新配件已经到了 准备一会儿给它装上 电源和机箱是不换的 剩下的全都换 这个机箱是FD的 中文叫分型工艺 这个机箱我挑选了很久 侧透 侧面是亚克力玻璃 这是比较便宜的那种 虽然它比较便宜 但是我喜欢它的这个颜色和设计 另外它只支持MATX的主板 这个机箱是从京东买的 没过多久人家就不卖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家的机箱 正常应该是都比较贵 这个好像才400块钱吧 很久都没拆了 不知道该拆啥了 应该是先拆显卡 我一般很少装机拆机 这个显卡螺丝应该 用手都可以拧起来 不行 你看这个螺丝也是机箱带的 感觉他们家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另外这个机箱的散热也是比较好的 这个显卡是我买的一个二手显卡 用了一年 一年多了 去年四月份买的 这是单6P供电 显卡去年好像是花了500多块钱买的吧 这是叫XFX 中文好像叫训警 你不让它看上去很廉价 这个风扇还支持自动启停 在功耗需要不大的时候 风扇是不转的 很静音 4G RX 560 战狼版 买的时候 那个卖家说是网吧 还是设计一台电脑上拆起来的 我就信了 就买了 感觉还不错 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平时直个播 玩玩小游戏还是可以的 另外这个卡 我特意研究了一下 它支持4K编码和解码 H264 H265的编码解码 它都支持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 玩游戏应该比750太强一点 比960差一些 我用它玩过帝国时代 最新的帝国时代4 中低特效 也玩了几个小时 感觉还不错 我这次买新配件 并没有买显卡 我先等等 准备买一个3060太 现在是3000块钱 据说过一阵子还会降价 那就先用它 再加上12700的核显 先对付一阵子 下面该拆什么 拔电源 这个电源是海运的 DX750 花700多块钱买的 也是带自动启停 这个应该是前置的USB3.0 感觉有一种把管的感觉 这是硬盘 我还有两个机械硬盘 现在这台电脑是E3V2 四核心八线程 主板是华硕的B75 什么RS Plus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这种主板配置还是比较低的 虽然有六个SATA口 但是只有一个是SATA3 其他都是SATA2 不过对于机械硬盘来说SATA2 也就无所谓了 下面这一堆是 复位和开机键关机键的跳线 还要干什么 这个是风扇的电源 这个CPU跟主板买的都是二手的 是2017年2月份买的 主板260多 CPU是900多 花了1000块钱 反正存产 说到现在也用到了五年了 五年多了 内存是基士顿DDR3 两根8G 这是从旗舰店买的 全新的 当时这一根好像是400多 这次我买的是海盗船的 也不知道现在这两根能卖多少钱 这个CPU散热器是酷冷之尊的 叫黑玉400 因为它比较矮 我当时买的它花100多块钱 因为我之前那个小机箱 它比较宽度比较小 不能放太大的 对三热器高度是有要求的 后来换这个机箱是比较富裕的 那时候都不懂 后来一边买一边测一边研究一边试 就动了 当时我那个电脑是AMB的 这个三热器对于AMB和英特尔都是支持 CPU温度一般也就70多度 主板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供电 这好像CPU供电吧 下面拧螺丝 这套系统运行起来还是比较稳定的 性能其实也还行 主要是我现在要求有点高了 它不能满足了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把它换了 那时候差点升那个10代的CPU供电 但是后来呢 听说后面还有好的 又等着下那个11代的CPU供电 11代CPU没想到没有太多变化 于是就等来了今年的12代的CPU 那其实i3就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就那个1200 但是总得往后想吧 后来想买一个12400 但是想想别有什么小遗憾呢 就买了一个12700 真是什么2000多年进卡巴 还求一个 你看咱们这水平啊 就是不专业 还差一个螺丝呢 现在这套版优13VR加BT5主板 也卖不了几个钱 但是说它用吧还是挺好的 好 取出来了 刚开始了 我其实想买一个ITX机箱主板 后来一看感觉太小众 价格也小众 可选择的余地也很小众 看看这灰尘 四通管 贝马 这是B75 这应该是三代的酷瑞 看这还有PS2口 这是伊拉克橙色吗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主板 这个怎么拿下来啊 还得有四个螺丝呢 我就说 即将先放一边 CPU不大 散热器不小 其实装机拆机还是挺有乐趣的 不严的 硅脂 还挺黏的 看我涂的还行吗 分量正合适 这是CPU E3VR 就不取下来了 好了 拆机视频就到这里 下面是装机视频 着什么 装机 在装机下里